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京烤鸭对原材料的要求十分苛刻 北京烤鸭的精华在皮 原料的皮下脂肪要厚 要有丰沛的油脂 这样才能在制烤中变得酥脆焦香 因此鸭子的皮脂率一般要在33%以上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鸭子要达到制作北京烤鸭要求的皮下脂肪厚度 需要在出篮前的15天左右摄取大量的饲料 因此中国的科研人员计划研发一个新的品种 不需要消耗大量的饲料 就可以达到北京烤鸭对皮下脂肪厚度的要求 不仅满足老百姓的口味需求 也能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每天早晨就是从七点钟家里出发 八点钟就可以到家 薰副所和我们鸭厂 就是三点一线的生活 毕业了以后 就觉得我能在北京能吃到烤鸭 觉得还挺好的 从小在山东长大的张云生 大学期间学习动物养殖相关专业 并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 随后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开展北京鸭的育种工作 那时候大部分人就觉得 搞动物养殖的 那我们在家也可以养嘛 还需要上个大学嘛 而且还需要学这么长时间 博士 研究生博士 都要上完了才能养殖嘛 其实的话 你真正的能想把一个物种 一个动物养好的话呢 它里边的学问还是挺多的 张云生和同事们正在研究的 是北京鸭 这种鸭子通体雪白 体型硕大丰满 是北京地区的鸭种 地道的北京烤鸭 使用的便是这一品种 随着北京烤鸭 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为了尽快解决 北京烤鸭的原料问题 科研人员期望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完成育种工作 培育出皮下脂肪厚实 适合烤鸭需求的 新品种鸭子 为了实现育种目标 科研人员需要 首先在鸭群中开展选胖比赛 挑选出皮下脂肪丰富的贵妃鸭 再将这些鸭子进行繁殖 通过多轮育种 逐步选出理想的北京鸭 接近新品种培育的目标 这鸭子差异很大 然而对张云生他们来说 要依靠人工准确挑选出 天生风鱼的鸭子 几乎是不可能的 肉眼的话我们平时是看不出它的胸肉的皮脂的厚度 和胸肉的大小 因为它的羽毛太厚了 就像人穿上衣服了以后的话 可能是看不出它的肥瘦来的 这个地方从这儿到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龙骨的厚度 从龙骨这个地方再往上去 这边到这个量线 是他们整个的一个肌肉的厚度 从这个地方到最上层 这就是它的一个皮脂的厚度 我们看它的胸肉的厚度的话 可以达到两厘米以上 而它的皮脂的话 0.25的一个皮脂 还是比较薄的 利用医用超生 科研人员可以准确测得 鸭子的皮脂厚度 通过数学模型 估算出鸭子的皮脂重 皮脂厚度是北京鸭育种的重要指标 皮脂厚度要在0.5厘米以上 才符合用于北京烤鸭品种 选育的要求 通常只有20%的母鸭和5%的公鸭 能够通过选拔作为肿压 继续发眼后代 像我们现在拿的这只的话 已经到0.75了 从这儿到这儿是它的一个肌肉的厚度 但是从肌肉摘往上 就是它整一个皮的厚度 皮基本上摘了整个图像的接近三分之一 透视眼操作简单 帮助科研人员解决了大问题 准确的数据是完成选育最基础 最关键的环节 有了准确的数据支持 科研人员每年从2万只的大种群中 选育出不到2000只流种 用七年时间经过七代的选育 完成了北京鸭新品种的培育工作 鸭子每天自有采食250克左右 便可以达到靠鸭所需要的皮脂沉积 但皮下脂肪厚实的北京鸭 并不能满足所有的市场需求 我国南方地区 瘦肉型鸭子更受欢迎 我国另一种传统鸭种 麻鸭就属于这种类型 不少传统美食 如酱板鸭 盐水鸭等 都会选择以麻鸭为原料制作 然而麻鸭虽然肉质细嫩 但体型相对较小 出篮时间较长 由此 科研人员想到 能否以北京鸭作为种群 改良培育出具有麻鸭鸭肉品质的新品种 以此满足南方市场的需求 经过对比 科研人员发现 麻鸭和北京鸭的肉口感有一定区别 麻鸭的肉更加细嫩 那么口感的不同是什么原因影响的呢 像这个就是地方麻鸭的 这个的话就是北京鸭 所以您看它这两个之间的 肌肩脂肪含量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白的这些就是肌肩的脂肪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肌肩脂肪的含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肉品质上啊 或者是它口感上是有差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谓肌肩脂肪 是位于肌肉筋膜下 和相邻位肌肉群之间的脂肪 肌肩脂肪含量高的鸭肉更加细嫩 不过找到了影响口感的原因 科研人员却很难通过传统方法 挑选出理想的鸭子进行育种 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大量的吐宅实验 你才能确定下来 而且的话呢 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成本是非常高的 通过B超可以测出鸭子的皮下脂肪 然而B超并不能测出肌肩脂肪 那么科研人员该如何寻求突破呢 没有再对鸭子的肌肉进行检测 科研人员转而开始给鸭子采血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里面藏着鸭子的生命密码 这个血液采集完了以后 我们采集它的血细胞 血细胞里面是有DNA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通过它的血细胞来提取它的DNA 来检测它基因主的信息 DNA是遗传信息的载体 而基因则是具有控制生物性状功能的DNA片段 是决定生物性状的最小单位 通俗来说 鸭子长得是肥是瘦是高是矮 所有的表征都受基因影响 科研人员的目标 就是要破译鸭子的基因密码 这个电脑现在显示的 就是我们一代测序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是在这个108个位置上 它就出现了一个C和G的这么一个突变 基因突变是生物进化的标志 也是物种为了生存而适应环境的变化 在研究中 如果发现了某个基因突变 而这个突变正好和鸭子的体重 生长速度 产氮率等经济性能吻合 那就等于找到了它们理想中的鸭子 这样就可以大大加快 育种的进程 鸭子的碱基的总数目的话 大概有十几个亿的碱基 你从这十几个亿里面 哪一个能确定它是突变的 这个的是很难寻找的 经过一年的时间 科研人员终于在数以亿计的数据结果中 找到了遗传信息中的风味密码 最终培育出肉质细嫩的新品种 让消费者在得到实惠的同时 享受美味 如果没有基因技术的支持 这样的品质提升 要花费五年以上的时间 刚解决鸭肉口感的问题 科研人员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些养殖企业希望能让北京鸭 也像某些麻鸭品种一样 下绿壳蛋 它们反映 在运输和储存中 绿壳蛋比白壳蛋更不容易破损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养殖企业向科研人员反馈 相比白壳蛋 绿壳蛋更不易破损 为此 科研团队决定 对两种鸭蛋进行强度测试 这这个的话呢 大概是4公斤左右 4.23 如果说是这个压力值太小的话 我们在运输的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容易破损 破损了以后 对我们食品加工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的话我们希望呢 它这个蛋壳强度 相对来说要强一些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加工的过程中 就会减少我们的损失 我们再换一个绿壳的试一下 我们这样开始 这个的话呢 就是达到了4.9 刚才那个4.3 这个的蛋壳的强度呢 要稍微要强一些 就要比那个刚才那个白的 要强一点 经过检测 绿壳蛋与白壳蛋相比 蛋壳略厚 强度更高 相对不易破碎 因此在运输储存方面 更有优势 然而北京鸭并不产 要实现这个愿望最直接的方法 是找到下绿壳蛋的鸭子 与北京鸭进行杂交 这样培育出来的北京鸭 就有下绿壳蛋的可能性 为了缩短研究的周期 科研人员向有关部门 申请了几只绿头野鸭进行研究 他们是家鸭的老祖宗 早在战国时期 我国就开始饲养和驯化绿头野鸭 他们是家鸭的祖先 绿头野鸭产的鸭蛋 颜色可谓五花拔门 科研人员通过将北京鸭 与绿头野鸭杂交 得到产绿壳蛋的北京鸭 再通过几代不断筛选 增加北京鸭产绿壳蛋的概率 鸭的产蛋的话 一般都是早晨产的会比较多 就是在凌晨会比较下蛋 像冬天的话 我们就得起得特别早 因为起得晚了的话 鸭蛋都会冻掉的 现在刚开产的鸭子 一天也就是十几二十个蛋 北京鸭下出了绿壳蛋 不过要想稳定其产绿壳蛋的能力 最关键的是 需要对后代不断筛选 每一次选择 都得等培育出的小鸭长大 才能观察其是否产绿壳蛋 这样的筛选方法耗时较长 通常需要四至五年的时间 而且准确性受到一定影响 为了加快育种进程 提高筛查准确性 科研人员再一次展开基因检测 我们已经比较明确的是 发现它这个是因为 胆率出的一个转运的问题 就是这个ABCG2这个基因 它是控制了蛋壳的颜色 确定了影响蛋壳颜色的基因后 科研人员在鸭子刚出生时 就对其进行基因检测 直接筛选出可以产绿壳蛋的鸭子 那么这样的鸭子长大后 真会直产绿壳蛋吗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结合基因技术 科研人员培育出的鸭子 果然直产更耐运输的绿壳蛋 与此同时 鸭子的肉质细嫩 因此广受市场欢迎 经过近20年的研究 科研团队先后培育出三个 北京鸭新品种 满足消费者对鸭肉品质的 不同需求 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 与此同时 科研人员还发现了 包括鸭子体型大小 饲料转化率 羽毛颜色等24个 具有巨大价值的育种基因 首次构建了高质量的 北京鸭参考基因组 助力中国水浅育种 与养殖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目楼烦